專業的星療師課程不是要學一個最好的手法 是你要懂得如何保護別人、保護自己 我開始之後有這麼多不同的中心、不同的導師 我怎麼選擇? 所以剛才有提過 除了一些硬件上的東西 地點、預算、時間之外 你的感覺對導師可不可以給你 導師和中心比不可以讓你可靠 專業有沒有帶給你希望擁有的那份能量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純粹興趣班 中撥是可以改變你的生命的 所以要求需要提高一點、深化一點 如果你是想 剛才說了 我想接觸中撥 因為我想有一技之長 深化我的技巧 或者我想去有個人的發展 當然你可以來學習 由Level 1 開始 我們有一個叫做 星療師的進階之路 你們可以先在我們那裡 上了我們的入門班Level 1 讓你們了解一下 然後再上Level 2 就是自我療癒 自我療癒是一天的時間 自我療癒的內容 我每次上課都會說 其實那個手法是我自己去開發的 因為以前剛剛開始中撥的時候 所有的手法都是幫別人的 但是我自己很多次分享 就是在我學習的時候 我發覺幫別人之餘 我都想幫一下自己 但是好像在國外、國內 當時都沒有任何自我療癒的手法 所以我自己就把我自己學習了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我自己透過我自己去幫我自己 整合一年之後 我就整合了一個我覺得很有效 幫助到我處理我身體的痛 和我情緒的阻塞的一個手法 就有自我療癒了 現在在市面坊間就已經有 非常之多的自我療癒課程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考慮一下 那我先說一說 這個其實我們在web 上有一個叫做 治療師街梯 可以讓大家看看 那剛才有Jennifer 說的那個 其實就是 我們會由level 1 開始 1.5 小時 接著一天的工作坊 level 2 上完 你想深化了 就剛才我講過的 我們的 生療師培訓證書課程 那我們下一班 就是會是4月份 但是你要上這個治療師培訓課程 必須要在我們那裡完成level 2 如果你想上level 2 你必須要完成level 1 或者你在外面上課 你有證明 那你可以直接上我們的自我療癒 然後再上我們的治療師培訓課程 然後我們還會有深掃班 透過經驗 還有要考試的大家 那我們的要求比較高 那考完試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 我們認為是你在外面做treatment 幫人做treatment 是安全的 很重要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經常強調一個安全 你看到我們的文章 我們說我們的手法是安全而有效 縱撥很powerful 但是我們這麼多年 我們見證很多朋友 他們開始幫人的時候 他們反而自己會越做越辛苦 越做的狀況越差 因為所謂的安全 不單止是對你的個案 也都是要對自己 因為縱撥在一個星頻療癒的空間裡面 其實有大量的轉化 你都知道想像得到 我們身體、情緒、思想 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釋放、去調整 所以怎樣控制到自己 是一個好的狀態很重要 所以我們經常說 如果你要選擇縱撥生療師的話 你必須要看看 他的狀態是否你覺得有輕盈飽滿的感覺 人都會有累的時候 但是如果對方是一個 不是那麼理想的狀態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這個真 但因為是一個能量對等的交換 所以去做專業的星療師課程 不是要學一個最好的手法 是你要懂得怎樣去保護別人 保護自己 並且進行一套有效 有效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時間不等人 有效並且是安全的手法 就會在我們的星療師課程裡面會分享的 所以考時間是要的 因為我要確保你畢業之後 你是做到你要做的事情 並且是安全 都是秉承我們信得過 和靠得住 和不發考 沒錯 心很重要 心的力量 我完之前分享一下 因為我剛剛今天下午 才再改一些要保考的同學的功課 我剛才下午都跟Jasmine說 我改他們的功課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有些所謂腦懷安慰的感覺 因為我知道在這麼短的時間 你只是練習的話 其實已經有幫到很多的人 看到他們的練習的個案 又很開心的轉化 其實我相信是 都令我對於這個課程的內容更加有信心 因為畢竟你們學完之後做到些什麼 大家同學的功課 同學的結果才是一個 一個實證 不是只我們說 這樣